城中发生了一起杀人烹尸案 法医秦明通过尸检发现 骨盆与女性特征吻合 但颈骨却属于成年男性 由此断定死者共有一男一女 可当警方赶到死者家中调查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震碎了三观 房间内不仅布满了血迹 而且苍蝇吃了尸体后 弄得墙上到处都是番茄酱 更加瘆人的是打开厨房那一刻 宝哥把吃习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只见灶台上布满人体组织的残渣 地旁的冰箱里还有更精彩 秦明好奇地打开冰箱 确定今晚做梦的素材有了 这就是有点实体的现场 所以确定了不只是一具尸体罗 只见冰箱里赫然摆着两颗头颅 经过对重点部位的排查 宝哥发现了明显的纱布手套纹 说明凶手应该是戴着手套 完成了杀人分尸并且油炸的补偿 而地板上的血迹深浅不一 并且呈现拖擦型痕迹 说明凶手可能多次进入过现场 并对尸体进行了反复油炸 因此可能掌握了死者家中的钥匙 顺着其中一条浅淡的血迹 导盲犬宝哥来到了卧室 可当秦明打开衣柜的那一刻 三人六目直接经到木顿狗呆 看来明晚接着做梦的素材也有了 三人组回到警局后 第一例检测结果刚好出来 证实了男性死者 就是女性死者莲倩倩的丈夫夏洪 而跟死者家中指纹对比后发现 莲倩倩胸部的指纹 不属于莲倩倩夫妻二人 并且从两名死者的口袋中 警方找到了他们各自的钥匙 也就是说 凶手身上的钥匙是他本来就有的 而凶手抛尸小区附近的下水道 说明凶手可能没有交通工具 根据警方的了解 莲倩倩和夏洪十分恩爱 基本排除了情杀的可能性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 秦明却从现场回收的头骨中 发现了新线索 根据颅骨上的伤口 秦明判断二人的致命伤 都是由一种钝气的重击导致 而颅骨骨折且边缘痕迹规律 秦明推测凶器是圆形的大锤子 宝哥瞬间想到了一种款式 秦明比划了一下伤口 形状和大小基本吻合 可这么大的锤子基本不会加用 除非是拆墙或凿下水道口的装修工 林涛突然脚踩电门茅厕盾开 装修工人 他想起死者家的账目本上 记录过在3月29号当天 连倩倩曾经找人修过下水道 就对了 因为装修工人需要上门 所以他家门锁才没有被破坏 可装修工这么多 林涛表示无从下手 这时宝哥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带着秦明林涛回到现场 告诉二人要找装修工 只要排查附近的小宝到几口 可当电梯打开那一刻 这下压力来到了林涛这边 就在警方忙得焦头烂额时 凶手却拖着一把大锤子 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 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了亮衣杆上 趁着屋内女人不注意 凶手悄悄拽走了一件贴身衣物 而经过一夜的排查之后 警方终于锁定了一范的身份 可当林涛推开李大狗家门时 哎呦 这么没啊 望着眼前的画面 林涛不禁怀疑李大狗心里有大病 专门偷取女人的贴身衣物 而屋内的配锁工具 证实了李大狗会配钥匙 不仅如此 林涛还从枕头下面 发现了一件带血的贴身衣物 有血缘痕迹 这很有可能就是连倩倩的内衣 显然他就是杀人烹尸案的凶手 这时李大狗拖着铁锤正往家赶 结果正好落入了警方的埋伏 可这个孙子真够狂的 闲啊你们警察 你说我都把尸体造成那样 你们怎么还能插到我头上来 当林涛问他为何要杀连倩倩时 李大狗却把错怪在了连倩倩头上 要怪就怪他太不小心了 原来那天上门修下水道时 李大狗见色起义 趁着连倩倩走开时 又偷偷闻起他的贴身衣物 可要命的是 房门的钥匙刚好就在旁边 于是李大狗悄悄使用肥皂 刻下了钥匙的形状 准备日后回来再将衣物偷走 直到蹲守了一个星期之后 李大狗趁着平时夫妻二人 出去买菜的时间段 偷偷潜入了连倩倩家 可没想到这天连倩倩却在家 于是李大狗一不做二不休 用大锤子砸死了夫妻二人 可林涛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扎尸 没想到李大狗却说 看你那些雪白的肉 放进油股炸成筋骨王子 多心甘 至此杀人烹事案落下了迷雾 可秦敏母胎自带柯南属性 立马又碰到一起诡异的无头事案 而这次更猛 腹部又缝过针 死者的头部 不会在腹腔里吧 凶手不会这么别难吧 死者的头部 死者的头部